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中国明朝元了凡先生所做的家训 用来教诫他的儿子元天启 认识命运的真相 明辨善恶的标准 改过谦善的方法 以及行善积德 谦虚礼让种种的笑颜 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献身说法 证明命运是可以转变的 读了此书可以使人心目惑开 信心勇气倍增 给予效法了凡先生来改造自己的命运 这实在是一本有意世道人心 转移社会风气 不可多得的好书啊 但是了凡四训的原著 是用文言文写的 对现代人来说 阅读起来比较吃力 而且也不太容易懂 民国初年 黄志海先生为了使这本书 能让更多的人受益 所以用白话文 不厌其烦地加以详尽注解 真可说是用心良苦 功德无量 黄先生的白话注解版本在民间流传很广 它的优点是内容丰富而详尽 缺点则或许显得有些过于繁琐 而现代人生活繁忙 比较缺乏耐心 可能就因此而影响到读这本书的兴趣 以致在有形无形中 减损了这本好书的影响力 实在很可惜啊 了凡弘法学会有限于此 于是发心重新加以整理 排版印刷 使得大家容易阅读 并且以国语 台语 广东话 客家话 英语等 五种语言录制成有声书 普遍流通于全世界 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回响 而今为了使此套有声书更创新 更活泼 更艺术 因此再次地重新整理 制作 希望人人听过之后 心生欢喜 都能够效法学习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精神 来创造自己 以及社会国家 乃至全人类光明的前途 第一天 立命之雪 所谓立命就是透过自己来创造命运 而不是让命运来束缚我 本篇立命之雪 就是讨论立命的学问 讲解立命的道理 袁老凡先生将自己所经历 所见到改造命运种种的考验 告诉他的儿子袁天启 要他不要被命运束缚住 并且还应该竭力地行善 勿以善小而不为 也必须努力地断恶 勿以恶小而为之 如此则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唯有断恶修善 才能灾消福来 这是改造命运的原理 千人千斑命 命命不相同 明朝远了凡 本来命普通 遇到孔先生 命都被算中 短命绝后没功名 前世业障真不清 庸庸碌碌二十年 一生命述被算中 云谷先生来开世 了凡先生方觉悟 断恶修善才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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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童年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母亲要我放弃学业 不要去考功名 改学医 并且说 儿子 学医不但可以赚钱养活生命 还可以救济别人 并且医术若是学得精 还可以成为名医 这是你父亲从前的心愿啊 后来我在慈云寺 碰到了一位相貌非凡的老人 一脸长须 看起来飘然若先锋道骨 我就很恭敬地向他行礼 这位老人对我说 你命中注定是官场中的人 明年你若是去参加考试 必定高中 就可以进学宫了 为什么不读书了呢 我就把母亲叫我放弃读书 去学医的原因告诉她 并且请问老人的姓名 是哪人及家住何处 老人回答我说 我姓孔 是云南人 宋朝 邵康杰先生 所精通的黄极术 我得到他的真传 照注定的术来看 我应该把这个黄极术传给你 因此我就领了这位老人回到家里 并且将经过的情形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了之后 要我好好地款待他 并且说 这位先生既然精通命述的道理 就请他替你推算推算吧 试试看究竟灵不灵啊 结果孔先生所推算的 虽然是很小的事情 但是都非常的灵验 由于孔先生的劝告 我就动了读书 求取功名的念头 所以和我的表哥审称商量 表哥说 既然你有心读书 我有位好朋友 玉海谷先生 在沈友夫的家里开馆收学生 我介绍你去他那 寄宿读书好了 于是我便拜了 玉海谷先生为老师 孔先生有一次 在替我推算命里 所注定的术的时候 他说 在你没有取得功名 做童生的时候 现考应该是考第十四名 佛考应该是考第七十一名 提学考应该是考第九名 到了明年 这三处的考试所考的名次 果然跟孔先生 所推算的一样 完全相符 孔先生又替我推算 终生的吉凶霍夫 他说 你会在某一年考取第几名 某一年应当补领胜 哪一年应当做共胜 等到共胜出共后 在某一年会当选为四川省的一个县长 在做县长的任期上 三年半后便该辞职回家乡 到了五十三岁那年 八月十四号的丑时 也就是半夜两点左右 就应该寿终正寝 可惜你命中没有儿子啊 他说的这些话 我都一一地记录下来 并且牢记在心中 从此以后 凡是碰到考试 所考的名次先后 都不出孔先生 预先所算定的名次 只有在推算我做领生 所应该领的米 领到九十一弹五斗的时候 才能出共 在这件事情上 便有了一些出入 因为在我领到七十一弹米的时候 学台图宗师 他就批准我 补了共生的缺 学台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 当时我曾经怀疑 孔先生所推算的 有些不灵了 没想到 后来补共生这件事 果然被另外一位代理的学台 杨宗师驳回 而没有补成 直到丁某年 殷秋明宗师看见我 在考场中的备选试卷 写得很好 但是却没有考中 替我惋惜 他感叹地说 这本卷子中所作的五篇册 理论精辟 间接独到 就像是上给皇帝的奏折一样 像这样一个有大学问的读书人 怎么可以让他埋没到老呢 于是他就吩咐县官 替我上公事 到他那里 准我补了共生 经过这番波折 我又多吃了一段时间的林米 算起来 连前面所吃的七十一弹米 总计是九十一弹五斗 恰好补足了孔先生 所推算的数目 因为受到了这番的波折 从此以后 我就更加地相信 一个人的功名利禄 进退浮沉 都是命中注定的 而走运的迟或早 也都有一定的时候 所以我对一切事情 都看得很淡 再也不会 急急盈盈地去追求了 等我当选了共生 按照规定 是要到北京的国家大学 去读书的 所以我在京城里 住了一年 一天到晚 静坐不动 不说话 也不转动念头 凡是文字 一概都不看 到了几四年 我又回到南京的 国家大学读书 在途中 我先到七峡山去 拜见云古禅师 云古禅师是一位得道的高孙 我从禅师面对面 坐在一间禅房里 三天三夜 连眼睛都没有闭 云古禅师问我说 一个人之所以不能够成为圣人 就是因为妄念在心中 不断地禅来禅去 然而我看你 静坐了三天 不曾起一个妄念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哎 我的命已经被孔先生算定了 何时生 何时死 何时得意 何时失意 都已经有了定数 没有办法改变 我就算是胡思乱想 希望要多得到一些好处 那也是白想 所以我干脆就老老实实的 什么都不想 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妄念了 云古禅师笑着说 我本来还以为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豪杰 哪知道啊 你原来只不过是一个 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啊 大师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这话怎么讲呢 一个平常的人 不能说没有那颗胡思乱想的意识心 既然有这一颗 一颗不停的妄心在 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所束缚了 既然会被阴阳气数所束缚 那怎么可以说没有树呢 虽然说树一定有 但是你要知道 只有平常人 才会被树所束缚住 如果是一个极善良的人 树就拘束不了他了 因为一个极善的人 尽管本来他的命数里 注定一生要吃苦 但是如果他做了极大的善事 这大善事的力量 就可以使他由苦转变成乐 由贫贱短命 转变成富贵长寿 另外一个极恶的人 树也是拘束不了他的 因为一个极恶的人 他本来命中注定 一生可以享福 但是如果他做了极大的恶事 那么这大恶事的力量 就可以使他由福变成货 由富贵长寿 变成为贫贱短命 你说你这二十年来的命 都被孔先生算定了 不曾把树转动一分一毫 反而被树把你给拘束住了 而一个人会被树给拘束住 那就是凡夫 这样看来 你不是凡夫 那是什么呢 经禅师这么一问 我一时给愣住了 之后我又问云谷禅师 照您的说法 究竟这个既定的树 能逃得过去吗 命啊 由我自己去造 福由我自己去求 我造恶就自然折服 我修善就自然得服 从前许多的诗书中 已经说得很清楚明白了 的确可以作为我们 很好的教训 佛经里也说道 一个人想要求富贵 就可以得富贵 想要求儿女 就可以得儿女 想要求长寿 就可以得长寿 想要求什么 就可以求得什么 有这么简单吗 嘿嘿嘿 我不是说过吗 一个人只要多做善事 命是拘束不了他的 佛经里这么说 当然有他的道理 而说谎是佛家的大戒 哪有佛菩萨 还会乱说假话 欺骗人的呢 我听了以后 心里还是有些疑惑 于是又进一步地问 大师 我记得孟子曾说过 凡是祈求 就可以得到的 指的是在我心里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这点我当然很清楚 但是 如果所祈求的 若是不在我心里的事 那么怎么可能一定求得到呢 比如说 道德仁义 那全是存在我心里的 我立志做一个 有道德仁义的人 只要努力去做 自然就会成为一个 有道德仁义的人 这是我可以尽力去求的 但是如果是功名富贵 那是不在我心里头的 是在我身外的 是要别人肯给我 我才可以得到的 倘若旁人不肯给我 我就不可能得到 那么 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求得到呢 孟子的话没错 但是你解释错了 你没听过 六祖慧能大师说吗 一切的福田都是决定在个人的心里 福是离不开心的 而心外也没有福田可寻 所以重福重祸 潜在自己的内心 只要肯从心里去求福 是没有感应不到的 只要能向自己心里去求 那不只是心内的道德仁义可以求得 就是身外的功名富贵 一样也可以求到 这叫做内外双德 换句话说 为了重福田 而求仁求义 求福求路 是必有所得的 但是 如果一个人不能向内自己 监讨好好反省 而只是盲目地向外面去追求名利 福寿 但是 能不能得得到 那还是得听天由命 自己是毫无把握的 这就和了孟子所说 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 的两句话了 一个人命里 若有功名富贵 就是不求也会得到 若是命里没有功名富贵 而又不从心地上下功夫 只是盲目地外求 就算是用尽了方法 也不会求到的 要知道 纵然求到了 那还是你命里本来就有的 并不是自己求得的效应 所以可以求到的才去求 求不到的就不必去乱求 倘若你一定要求 不但身外的功名富贵 不但身外的功名富贵求不到 而且还会因为过分地乱求 过分地贪得 为了求得而不择手段 反而把心里本来有的道德仁义 也都失掉了 那岂不是内外双失吗 所以乱求是毫无益处的 求富贵得富贵 求儿女得儿女 求长寿得长寿 没有什么求不到 只要做好事 从心里去求 心就是福田 千万别强求 我 求富贵得富贵erez 求富贵得富贵 求福贵得富贵 求儿女zu 求可求 求富贵得富贵 求求我 求二民呀 求求二民呀 去富贵得富贵 求二民呀 千万别强求 心就幸福 天呀千万别强求 远古禅师接着又问我 孔先生终身的命运是怎么样呢 我就把孔先生算我哪一年考试成绩会怎么样 又哪一年会有官座 几岁就会死得推算 详详细细地告诉他 远古禅师说 你自己好好地想想 你应该考得功名吧 你应该会有儿子吗 我仔细地反省过去的所作所为 想了很久才说 我不应该考得功名 也不应该有儿子 我的相博 所以福也博 又不能够积功累得 成立后福的根基 并且我不能忍耐 无法担当琐碎繁重的事情 别人有些不对的地方 我也不能包容 又因为我的性情急躁 度量窄小 有时候我还望自尊大 常常把自己的才干聪明 去盖过别人 心里想怎么样就怎么做 又喜欢随意批评 乱讲乱说 像这样种种的举动 都是薄福的相 怎么能够考得功名呢 因为有功名的人 大多是具有福相 而喜欢干净 本是好事 但也不可过分 过分就变成了一种毛病 一种怪癖了 要知道 越污浊不清洁的地方 越容易多生出东西来 相反的 太清洁的水 反而养不住鱼呀 我过分地喜欢干净 因此就变得有些不尽人情 这是我没有儿子的 第一种原因 天地万物 要靠温暖的阳光照射 和风细雨的滋润 才能生长繁衍 我常常生气发火 没有一点和育之气 怎么能生儿子呢 这是我没有儿子的 第二种原因 仁爱是生命的根本 若是心怀残忍 没有慈悲心 就好像果子 没有果仁一样 怎么会长出果树呢 所以说 残忍 是不能养育生长的病根 我只知道 爱惜自己的明节 不肯牺牲自己 去成全别人 多积功德 这是我没有儿子的 第三种原因 说话太多 容易伤到元气 身体也容易衰老 而我又多话 容易伤气 因此身体很不好 哪里会有儿子呢 这是我没有儿子的 第四种原因 人全靠精 气 神 三种才能活命 我爱喝酒 酒又容易消散精神 一个人精力不足 就算生了儿子 也是不健康的 这是我没有儿子的 第五种原因 我常常喜欢整夜长作 不肯睡觉 不晓得保养元气精神 这是我没有儿子的 第六种原因 哎 仔细想想 还有很多过失 说也说不完 照你这么说 岂止是功名不应该得到 恐怕不应该得到的事情 还多着呢 当知有福没福 都是由心造的 有智慧的人 晓得所有的果报 都是自作自受 而糊涂的人 就都推到命运的头上去了 比如这个世上 能拥有千金产业的 必定是享有千金福报的人 能拥有百金产业的 一定是享有百金福报的人 应该饿死的 一定是应该受到 饿死报应的人 又比如说 善人积德 上天就会加多 他应受的福 恶人造孽 上天也会加重 他应得的祸 上天不过是 就他本来的质地上 加重一些罢了 并没有一丝一毫 别的意思啊 接下来这段话 是云谷禅师 借俗人的见解 来劝了凡先生 努力积德行善 就拿生儿子这件事来说 就如农夫种田 也是要看下的种怎么样 种下的厚 结的果也就厚 种下的薄 结的果也就薄 譬如一个人积了一百代的公德 就必定会有一百代的子孙 来保住他的福 积了十代的公德 就一定会有十代的子孙 来保住他的福 积了三代或者两代的公德 就一定会有三代或者两代的子孙 来保住他的福 至于那些只想了一代的福 到了下一代就绝后的人 那是因为他的功德太薄的缘故 恐怕他的罪孽还积得不少呢 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缺点 那么就应该把你命中不能得到 功名和没有儿子的种种福博之相 尽心尽力改得干干净净才对呀 所以做人一定要积得 一定要对人和气慈悲 一定要能容忍包容一切 而且还要爱惜自己的精神 从前的一切 譬如昨日都已经过去了 以后的一切 譬如今日才刚刚出生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那就是你重新再造了一个 一理道德的新生命了 我们这个血肉之躯 尚且还有一定的数 而一理的道德的生命 哪有不能感动上天的道理 书经太假篇上面说到 上天降下来的灾害或者还可以避开 而如果是因为自己造了孽 做了坏事 那就一定会受到报应 受到惩罚 不可能一块心安的活在世间上的 诗经上也说过 人应该时常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不是合乎天理 那么很多的福报就是不用祈求也自然会有 因此求获求福全在自己 天作孽 有可为 自作孽 不可活 常常想自己 所作跟所为 合不合天道 求获与求福 全在你自己 天作孽 天作女呀 有可为 有可为 自作孽 不可活 不可活 常常想自己 所作跟所为 合不合天道 求获与求福 求获与求福 全在你自己 啊 全在你自己 孔先生算你 命中不得功名 也没有儿子 虽然说这是上天注定 但是一样还是可以改变的 你只要将本来就有的道德天性 扩充起来 尽量多做一些善事 多积一些因德 那就是你自己所造的福 别人就是想要抢 也抢不走 哪有可能会享受不到呢 《义经》上也为一些宅仙人后 有道德的人指出了趋吉避凶的方法 告诉大家要往吉祥的那一方去 要避开那些凶险的人 凶险的事和凶险的地方 如果说命运是一定不能改变的 那么吉祥又如何可以得到 凶险又如何可以避免呢 《义经》开头第一章就说 经常行善的人家 必定会有多余的福报 传给后代子孙 你能真的相信这个道理吗 我当然相信云谷禅师的话 并且很诚心地向他拜谢 接受他的指教 同时把我从前所犯的错事与罪恶 不论大小轻重 都在佛前说了出来 并且写了一篇书文 先祈求能得到功名 还发誓要做三千件的善事 来报答天地祖先 生我 养我的大恩大德 云谷禅师听我说 历史要做三千件善事 就拿了一本功过格给我看 叫我照着功过格所定的方法去做 所做的事不论是善是恶 每天都要记在功过格上 善的事情就记在功的格子上面 恶的事情就记在过格子上面 不过所做的恶事还要看恶事的大小 用已经记了的功来剪除 并且还教我念准提咒 如此更加上了一重佛的力量 希望我所求的事能更有效应 云谷禅师又对我说 有一种专门画符录的人曾说过 一个人如果不会画符 是会被鬼神耻笑的 画符是有诀窍有方法的 只是不动念头罢了 当纸笔画符的时候 不但不可以有不正的念头 就是正当的念头也要一起放下 把心打扫得干干净净 没有一丝杂念 因为有了一丝毫的念头 心就不清静了 等到念头不动的时候 用笔在纸上点一下 这一点就叫做混沌开机 因为完整的一道符 都是要从这一点开始画起 所以这一点就是符的根基所在 从这一点开始 一直到画完整道符 如果没有生起一些别的念头 那么这道符就一定很灵验 不但画符不可夹杂念头 凡是祷告上天 或者是改变命运 都要从没有妄念上去下功夫 这样才能感动上天 才能感动上天获得效应 孟子在谈到立命的道理时曾经说过 短命和长寿是没有分别的 这句话 这句话乍听之下 你一定会觉得奇怪 因为短命和长寿不但相反 而且是完全不同 怎么能说是一样的呢 要晓得 当一个人完全没有妄念的时候 就如同婴儿 全伏在太包里面的时候一样 哪会晓得短命和长寿的分别呢 等到从母亲的肚子里生出来 渐渐有了知识 有了分别的心 这时候 前生所造的种种善业恶业 都会受到报应 这才会有短命和长寿的分别 因此 命运全是自己造的呀 如果把立命这两个字细分来讲 那么 富有和贫穷 要看的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富有的人 不可以仗着有钱有势 而随便乱来 穷的人 也不可以自暴自弃去做坏事 尽管穷 仍然应该要安分守己地做好人 能够这样 才可以把本来贫穷的命 改变成富贵的命 而本来富贵的命 也可以改变成更加的富贵 或者是 富贵的更长久 而发达与不发达 也要看得没什么两样 不发达的人 不可以因为自己不得志 就不顾一切 随便荒唐 堕落犯罪 而发达的人 也不可以仗势欺人 胡作非为 造种种的罪业 所以 越是得意 越是应该要为善去恶 广众福田 能够这样 才可以把本来穷苦的命 改变成发达的命 本来发达的命 便会更加的发达了 短命和长寿 也要看成没有什么两样 切不可认为 反正我短命 不久就要死了 就趁还活着的时候 随便造恶犯罪 糟蹋自己 要晓得 既然已经生成短命 就更加应该趁早修善积德 希望来生不要再短命了 这一生 或许还可以把寿命延长一些哦 命中长寿的人 也不要认为自己 反正有的活 就拼命地造孽 作奸犯科 犯邪淫的恶事 要晓得 长寿得来不易 更应该珍惜 行善积德 做好人 这样才可以保住自己的长寿呀 能够明白这种道理 才可以把本来短的命 变成长寿 把本来长寿的命 变得更加长寿健康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这生与死的关系 最为重大 所以 认清生死的真相 了解短命 长寿 原来是没有什么分别 这就是最重大的事情 既然说到这最重大的短命 通了长寿 那么其他一切的顺境或是逆境 例如富有和贫穷 发达和不发达 也都可以包括在这里面了 所以孟子讲 立命的学问 只讲到短命和长寿 并没有讲到富有和贫穷 发达和不发达 就是这个道理 接着云谷禅师又向我解释 孟子所说的修身 以四肢这句话的真意 孟子曾经说过 一个人要时时刻刻修养德性 不要做半点过失罪恶的事 至于命能不能改变 那是积德的事 求天的事 而说到这个修子 指的是 如果自己身上有一点点的过失 罪恶 就应该像致病一样 把它完全除掉 讲到这个四字 意思是 要等到修的功夫深了 命自然就会变好 所以 我们不可以 有一丝一毫的非分之想 也不可以 让心里的念头乱起乱灭 一定要完全地 把它斩掉 断绝 能够做到这种地步 已经是达到先天不动念头的境界了 到了这种功夫 那才是世间受用真正的学问 云谷禅师接着又说 平常一般人的行为 都是根据念头转的 凡是有心而为的事 都不能算是自然而不着痕迹 你现在还不能做到不动心的境界 你若是能念准提咒 不必用心去记 或是数变数了 只要一直念下去 不要间断 念到疾熟的时候 自然就会口里在念 而自己不觉得在念 这叫做迟中不迟 在不念的时候 心里不觉得仍然在念 这叫做不迟中迟 念咒能念到这样 那就是到了我咒念 打成一片的境界 自然不会有杂念进来 那么所念的咒 也就没有不灵验的了 不过这种功夫 一定要透过实践 才能领会得到的 我起初所取的名号 叫做学海 但是从那天以后 我就改号叫做了凡 因为我已经明白了 立命的道理 不愿意再跟凡夫一样了 能够把凡夫的见解 完全扫光 所以才叫了凡 从此以后 我整天都小心谨慎 自己也觉得 跟从前大不相同了 从前的我是糊涂随便 无拘无束 而现在的我 自然而然会有一种 小心谨慎 战战兢兢 戒慎恭敬的景象 虽然是在暗示无人的地方 也常谨慎注意自己的言行 深怕得罪了 天地鬼神 因此 遇到讨厌我 毁谤我的人 我也能够安然地接受 不与他人计较争论 从我见过了 云古禅师的第二年 我到礼部去考科举 原先孔先生算我的命 应该考第三名 哪知道竟然考中了第一名 孔先生的话 开始不灵了 孔先生并没有算到我会考中举人 哪知道到了秋季的乡市 我竟然考中了举人 这都不是我原先命里所注定的呀 因此 云古禅师说 命运啊 是可以改造的 这话 我就更加地相信了 不过 我虽然把过失改了许多 但是碰到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有时还是不能一心一意地去做 即使是做了 依然觉得有些勉强 不太自然 自己检讨反省 觉得过失仍然很多 例如看见善 虽然肯做 但是还不能够大胆地 向前拼命去做 或者是遇到救人的时候 心里面还是常有疑惑 没有坚定的心去救人 自己虽然勉强做善事 但是还会常说一些犯过失的话 当我在头脑清醒的时候 还能勉强地把持住自己 但是酒醉之后就容易放肆了 虽然常做善事 机械功德 但是过失也很多 拿功来抵过 恐怕还是不够的 光阴也就这样 常常地虚度过去 辽凯先生从几四年听到云谷禅时的教训 发愿要做三千件的善事开始 直到几毛年 经过了十一年才把三千件的善事做完 记得那时我刚和李建安先生从关外回来 还没来得及把所做的三千件善事做一个回向 一直到庚陈年 我从北京回到南方 才请了姓空 慧空 两位有道的大和尚 借东塔禅堂 为我完成了这个回向的心愿 这时我又起了求生儿子的心愿 并且许下了再做三千件善事的大愿 一直到新四年 我才生了你 取名叫天启 我每做一件善事都会用笔记下来 而你母亲不会写字 所以每做一件善事 就用额毛管印一个红圈在日历上 不管是送食物给穷人 或是买活的动物去放生 都会印下红圈 有时一天可以寄到十几个红圈呢 也就是代表一天做了十几件善事 像这样到了鬼未年的八月 三千条善事的院终于做满 我又请了姓空大和尚等人 在家里做回向 同年九月十三号 我在许下做一万件善事的大愿 希望能够考中进士 四年后 也就是丙须年 我居然真的中了进士 于是力部就安排我到保底县当县长 我做保底县的县长时 准备了一本有空格的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我叫它做迟心篇 就是生怕自己心里长起斜思歪念 因此用迟心这两个字来警惕自己 每天早晨坐堂审案的时候 我一定会叫家里人拿这本持心篇交给看门的守卫 放在办公桌上 每天所做的善事恶事虽然很小 但也一定会记在持心篇上 到了晚上我便会换了官服 在庭院中摆好桌子 仿照宋朝的铁面玉石照月道 焚香祷告天地 天天都是如此 你母亲见我所做的善事不多 常常皱着眉头向我说 以前我们还是老百姓氏 在家里帮你做善事 好像比较容易 所以你所许下的三千件善事的心愿 才能够做完 可是现在 我们在衙门里 没什么善事可做 你所许的一万件善事 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 在你母亲说完这番话之后 我心里想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有天晚上我忽然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位天神 我就将一万件善事 不容易做完的困扰 告诉了天神 天神说 光是你当县长 减收百姓钱粮这件事 你的一万件善事 就已经足够底冲圆满了 原来保底县的农田 每亩本来要收两分三厘七毫银子的田赋 但是我觉得百姓出的钱太多了 所以我就把全县的田地 仔细地核算一遍 将每亩田 应缴的粮税 捡到了一分四厘六毫 这件事情 确实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好奇怪 天神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 而且我也很疑惑 为什么光是这一件事 就可以抵得上一万件善事呢 那时候恰好 换于禅师 从五台山来到保底 我就把这个梦告诉了禅师 并请问禅师 这件事可以相信吗 换于禅师说 哈哈哈哈 做善事的存心要真诚恳切 万万不可虚情假意 企图回报 那么就算即使是只有一件善事 也可以抵得过一万件善事了 况且你减轻了全县的粮税 全县的农民都得到你减税的恩惠 而减轻了重税的痛苦 千千万万的人民都因此而祸福不少啊 我听了禅师的话 就立刻把我所得的薪水捐出来 请禅师在五台山替我摘僧一万人 并且把摘僧的功德一并回向 孔先生算我的命 到五十三岁的时候 应该是会有灾难 我虽然没有齐天求寿 但是五十三岁那年 我竟然一点病痛都没有就度过了 现在我已经六十九岁了 多活了十六年 书经上说 天的道理是不容易相信的 人的命运是没有一定的 又说 人的命运没有一定 而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的 这些话真的一点都不假 我现在才知道 凡是讲人的祸福 都是自己求来的 这实在是圣贤人的话 若是说祸福都是天所注定的 那是世上一般凡夫庸俗的讲法 天道不易信 天道不易信 人命不一定 人命不一定 要靠自己造 若说祸与福都是天注定 凡夫俗子自己讲 不是圣贤开始的道理 不是圣贤开始的道理 儿子 我不知道你的命究竟怎么样 应该荣华显达 还是要常常当作骆驼诗意来想 假使你事事顺利亨通 也要常常当作不称心不如意来想 就算眼前有吃有穿 衣食风足 还是要当作贫穷饥寒的时候想 就算旁人喜欢你敬重你 也还是要处处小心谨慎 常做戒慎恐惧想 就算你家世代都有很大的声望 得到众人的尊重 也还是要时常谦卑恭敬 当作卑微想 就算你学问高深 这六种想法都是从反面来看问题的 如果能够这样的虚心反省 道德自然会增高 福报也自然会增加了 往远处看 应该要想如何把祖先的道德勇气传扬开来 往近处看呢 则应当想父母若是有了过失 儿女应该要替他们遮掩起来 也就是要做到孟子所说的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的大义 谈到向上 则应该要想如何报答国家的恩惠 讲到对下 便应该要想如何为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说到对外 我们应该要常想到去救济别人的疾难 讲到对内 就应该要想如何预防自己的邪念和恶行 这六种想法都是从正面来肯定问题的 若是能够常常如此地存心 必然能够成为正人君子 一个人必须要每天知道自己的过失 才能天天改过 若是一天不知道自己的过失 就一天天安安逸逸地 永远都自以为是 如果每天都无过可改 就是每天都没有进步 天底下聪明俊秀的人实在不少 然而他们在道德上却不肯努力用功去修 在事业上也不能用心尽力去做 就只为了音寻两个字 而得过且过不想前进 所以才耽搁了他们的一生啊 云古禅师所教立命的道理 实在是最精辟最深广最真最正的道理 希望你要仔细地研究 并且要尽心尽力地去做 千万不可把大好的光阴虚度了 第二篇 改过之法 人既然不是生下来就是圣人 哪里能没有过失呢 孔子说 过则勿淡改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只要有了过失 就不要害怕去改过 所以袁了凡先生 在讲过改造命运的道理方法后 接着就把改过的方法 详细地说了出来 以教训他的儿子袁天启 这第二篇讲的就是改过的方法 一个人连犯了极小的过失 都能知道要改 那么自然就不会再造大的罪孽了 在春秋时代 当时各国的高级官吏 常常能从一个人的言语 行为上观察 就可以判断出这个人 可能遭遇到的吉凶祸福 并且没有不灵验的 这可以在左传和国语 这几部书上看得到的 大凡 吉祥跟凶险的征兆 都是从心里发出根苗 而反映出来的 虽然根苗是由心里发出来的 但是一定会表现在一个人的全身四肢和他的举动上 譬如一个人如果很厚道 那他的全身四肢都会显得很稳重 一个人如果很磕薄 那么他的全身四肢也都会显得很轻条 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是偏重在厚道方面的 一定能常常得到福报 如果是偏重在刻薄方面的 就一定会常遇到一些灾祸 一般人都没有见识 眼光就像是被一层膜给遮住了一样 什么都看不到 就会说 祸福没有一定 而且是无法预测的 但是一个人如果对任何事都能够做到诚实 毫无半点虚假 那这个人的心就可以说已经与天心相合了 因此只要能用诚心待人处事 福自然就会降临 所以说观察一个人 只要看他的行为都是善的 就可以预知他的福报就要来了呀 相反的 观察一个人只要看他的行为都是不善的 也就可以预知他的祸就要降临了 所以人若是想要获得福报远离灾祸 在没有讲到做善事前 就先要把自己已经有的过失彻底改掉啊 而改过的方法 第一要发羞耻心 想想古时候的圣贤跟我一样都是男子汉大丈夫 为什么他们的道德名誉可以流芳百世 人人都以他们作为师表榜样 而为什么我这一生就搞得身败名裂呢 这都是因为自己过分贪图享乐 受到种种坏环境的污染 偷偷做出了种种不应该做的事 自己还以为别人不知道 目无国法 又毫无惭愧之心 就这样天天地沉沦下去 就快要跟禽兽一样了 自己却还不知道啊 世界上令人可羞可耻的事情 没有比这更大了 孟子曾说 一个人最重大 最要紧的事情 就是要明白这个尺字 为什么呢 因为小的这个尺字的人 就会把自己的过失尽量改掉 就可以成为圣贤 若不小的这个尺字 就会放肆乱来 失掉人格 结果便和禽兽相同了 这些话都是改过的真正秘诀 改过的第二个方法 就是要发戒慎恐惧的心 要知道天地鬼神都在我们的头上啊 鬼神和我们不一样 他们什么都能看得到 所以鬼神是不容易被欺骗的 我虽然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犯了错 但是天地鬼神 实际上就像镜子那样的照着我 把我的过失罪恶照得清清楚楚 过失重的就会有种种的灾祸 降到我的身上来 就算过失轻的 也会减损我现在的福报 我怎么能够不怕呢 不只是像前面所说的而已 就是在自己家里 没人的地方 也要实时地减点 因为神明的监察无所不在 非常的厉害 也非常的清楚 我虽然以为已经把过失 隐藏得十分严密 掩饰得十分巧妙了 但是在神明看来 我的肺肝早就被看透了 马脚也全都露出来了 到最后我还是没有办法欺骗自己 如果是被别人看破揭穿了 那你这个人也就一文不值了呀 所以又怎么能够不时常 存着一颗戒慎恐惧的心呢 还不止像前面所说的这些呢 一个人只要一口气还在 就算是犯下了滔天的罪过 一样是可以忏悔改过的 例如古时候有个人 做了一辈子的坏事 本来是要受苦的 但他临死之前忽然地悔悟了 他发了一个很大的善念 就立刻得到了善终 这就是说 人若是能在紧要的关头 转一个非常痛切 而又勇猛的善念 便可以把百年所及的罪恶 洗得干干净净 譬如千年黑暗的山谷 只要有一盏明灯照了进去 光明所到之处 就可以把千年来的黑暗 完全除去了 所以过失不管是长久 或者是心犯的 只要能够改过 就是了不起 虽然有了过失 只要能改过就好 但是绝对不可以认为 反正犯错是可以改的 就常常犯错也不要紧 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是有心犯过 罪也就更加地重了 并且在这个不清静的世间 本来就是幻灭无常的 我们这个血肉之身是非常脆弱 容易死的 只要一口气喘不过来 这个身体就不是我的了 到了那个时候 就是你想要改 也没有办法改了 而且人死了之后 什么都带不走 只有自己造的这个孽 是一定会跟去的 因此 明的报应 在阳间 你要承担千百年的恶名 虽然你有孝顺的儿子 或慈爱的子孙 也不能代替你洗刷恶名 暗的报应 在阴间 还要经过千百节的时间 沉沦在地狱里 受无量无边的大苦啊 纵然让你碰到了圣人 闲人或者是佛菩萨 也是无法救助你 接引你 这样想想 你怎么能不怕呢 第三 一定要发起 一直向前的勇猛心 一个人之所以有了过失 还不肯改 那是因为得过且过 不能振作奋发 堕落畏缩的缘故 要知道如果是真心要改过 一定要下定决心 振作精神 当下就改 绝对不能拖延疑惑 也不可以今天等明天 明天等后天 一直拖下去 小的过失就像一根尖刺 戳在肉里 要赶紧把它挑掉拔掉 大的罪过 就像被毒蛇咬到手指头一样的厉害 要赶紧地急救放血 或是宁可切掉手指头 保住性命 不可以有丝毫犹疑延迟的念头 否则蛇毒会随着血液在身中散开 人就会中毒而死 就像《易经》中的《易卦》所讲的 风起雷动 使得雨水 丰沛了大地 万物都生长起来 利益是这么的大 这是比喻 人若能够改过谦善 其利益是最大的 改过你要发三种的心 第一要发那羞耻的心 第二要发那敬畏的心 第三要发那勇猛的心 具备三种改过的心 有过就能立即改 改过你要发三种心 发生什么心 第一要发那羞耻的心 第二要发那敬畏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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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要发那 嘿 鸿蒙的心 嘿 鸿蒙的心 具备三种改过的心 有过就能立即改 具备三种改过的心 有过立即改 一个人改过 如果能具备以上所说的羞耻心 敬畏心 勇猛心 这三种心 那么就能有了过错 就像春天里的薄冰 碰到太阳光一样 还怕不立刻融化吗 但是要改过 也有三种方法 一种是从事实上改 一种是从道理上改 一种是从心念上改 如果用这三种 不同的方法来改过 那么所得到的效应 自然也就不会一样 现在先从事实上改的这一句 来加以说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